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幕是上海消防 两浦支队 国河中队正在演练 此时他们营救的地点是一个地下室 我们可以看到满地的绳子在牵引这些消防员的脚步 如果在真正的火场中 这些绳子是不会给队员们带来很大的不便呢 又是拉绳子 跟我一个就在拉着 不跟长走啊 你那绳子拉着是被我拉过来的 为什么要用这样 你这绳子呀 因为这个是牵引的 这个是牵引的 这下面是地下室 当时如果我们着火的话 下面是看不见的 我们要依靠这个绳子出去 是这样的 怎么会看不见呢 因为着火了 着火 着火 着火了 你什么都看不见的 每个人必须想要出火 为什么 这个绳子 因为我们进出跟撤离都是要靠这个绳子出来的 因为我们找不到路 里面没方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晚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伯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看过刚才的片子 我们发现这个救火的时候需要那么多的绳子啊 对 因为救火的时候吧 你比如说消防队员进到火场当中 他可能不熟悉这个火场的情况 特别是当着火以后有很浓的烟 这个消防队员呢 他即使带着呼吸机 可能也找不到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用绳子呢 加以引导 防止出现这个一些安全事故 那么老师看来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 对 因为你看不清方向 你不知道出口在哪 这个恐怕比那个火危险性更大一些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项发明呢 就是能够在浓烟当中呢 找到我们消防队员的一项发明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项发明呢 我们共同的了解一下它 发明人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发明项目 消防员单兵追踪定位设备 为了找到这个发明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您好 您好 同志是吧 请你请你 我是那个我还发明的 您那个有一个那个消防的那个定位装置 这是在里边 这是我们一个研发小组 您好 这个怎么呢 就这样一个装置 这个系统和它有关吗 它和那个通过无线要给你这个计算机连接 就在计算机上把消防员的轨迹 行进路线 通过立体的方式选择出来 就是带着这个东西 带着这个就可以了 通来这个消防员身上 最领充的位置应该是腰部 后腰部 腰部 为什么要贴腰部 因为我们在设计了一个 脊柱多岛这样一个技术 有十几种人体运动自带识别功能 贴紧之后 那么这个脊柱整个运动性 其实还有脊柱的这个变化 都比较精确地捕捉下来 通过无线的方式 传到这个系统 这就是系统的软件 传到这里吧 消防员单兵追踪定位设备 佩戴在人体紧贴脊柱的地方 通过感知人体脊柱的变化 来推算人体的运动姿态 消防员上下楼时 特别是负重的情况下 脊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追踪定位设备 可以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 然后再通过无线传输系统 传入电脑分析 这样外面的人员就可以知道 在火场搜救人员的情况了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 这么多这种系统的来做这个 不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那个GPS的那种定位导航 GPS实际上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室内没有情况 那咱试一下吧 好 可以 你们有这个东西吗 有有有 为了让记者了解全球定位系统的局限性 研究小组人员决定来做个验证 大家都纷纷拿出自己的手机来设定自己的位置 但是信号似乎不太稳定 没办法 大家只能集体出去 寻找信号 李警官出发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最终会躲到哪里 另两位小组人员可以顺利的找到他吗 看得见他进哪个楼了吗 现在我显示上还没有动 这是刚才李警官 李警官 他在哪了呢 看一下他 还是进了这个 我也显示 就楼了 前面那个楼 那我们去看一下 要不要从后面看一下 也可以 有他吗 没有 应该在室内 在室内这个五分之三的位置 从这里数过去五分之三的位置 五分之三的位置靠右边 是吧 好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之前藏起来的那位李警官 真会藏在这种楼里吗 我之前没看过来了 因为李警官以后 他这个卫星没有听到 那再往红先看一下 图上显示 我和李警官 爱得应该很近 很近了 对 但是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这后边 所以他肯定不在这里 看来 李警官并不在这里 我们决定再去二楼看看 果然 刚到二楼 就看到了人 我找这个黄天 这个窗户还蛮大的 我这边显示的就不对了 你看啊 这个显示红楼镇的 是红楼镇的 它现在是距离 咱们这个位置 你看 一个楼 两个楼 三个楼 中间割了三栋楼 不在一个建筑屋上 就说你们现在三个人在一起 但是你们现在显示 在两个建筑屋里 对 那这个楼层 其实也是个问题 针对高层建筑 这就非常麻烦 其实从地毯搜索的话 是非常麻烦 对对对对 像刚才一样 想说我们红楼镇在那个楼 那这个搜救 就是带来误导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 是这样 是这样 那这个真是不好 那我们再去看你那个吧 好不好 可以 好 看来用全球定位系统 来搜救并不合适 毕竟在真正的火场中 一点点的误差 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就我们统计呢 因救援不及时 造成消防战事 伤亡的比例非常的大 目前呢 应该说研发 具有这个实在意义的 消防员跟踪地位装备呢 显得尤为迫切 我们再来看看 研究小组的发明 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动作都是要进火场之前完成吗 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开机键 不需要任何别的在操作 好了 现在提光系统 二号机 它就在那打下车 就这样一个简单操作就可以 就是说你可以同时看好几个人 可以看那四个 那哪个是它呢 现在 现在就是上线的这个 就是二号机 这些人都没有颜色的 对对 就是代表没上线 那能让他找一个这个建筑物 就这么多楼里边进一个 这个建筑就可以 这个小型建筑 就进到这里面了 是 行 那麻烦您进去 让我们演示一下是吗 好吧 出发 好 现在开始走路 是 状态就显示在行走 我们怎么确定位置 这个有距离 下面这个坐标 这个距离位置是方向 上面下来走 这个箭头代表是朝向 是人运动的这个方向 就说现在一直在往前走 对一直往前走 那这高度图也可以看 现在已经开始在上升 上升 就是爬楼 爬楼 现在这个高度是四米 也就到二楼左右 虽然其实在走 但是它人回来了 好像 对 应该是 这时候我们看见它回来了 出来了 好 所以你先别说 你刚才在哪了 你完全能了解 它的鬼 可以了解 你说一下 你们俩能不能对上 在一楼向西执行 然后上二楼 向东执行 然后从二楼再下来 回到远面 是这样吗 是的 你们俩不是穿通好了 不是 行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刚才孙警官所走的路线吧 确实如红警官所说 进楼后 先上了二楼 之后再穿越走廊 下楼 回到远点 你怎么能看出 它是在上楼梯 还是下楼梯呢 红色这个点 就是触发位置 把它拖上立体 就可以看清了 看清立体 高度发展点 还是这样上楼 对 就从高度上看 就在二楼了 对 就在二楼 然后二楼再走了 这块有多少呢 你能看说 不是上三楼呢 这高度可以看 那么大概就是四米左右 一共是四米 就是从一米到三米 就是三米高的一层楼 三米高 明白了 老师 这个设备 为什么可以记录人员 是否上下楼了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地面上 你离地表面越高 它的气压呢 就越小 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 让大家来看一看 我这个实验呢 是用水来做的 因为水呢 它上下压强 差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这个管 两边的页面是持平的 一样的 我把这个漏斗 给它放到水里 你看越往下 是不是两边的页面 插的就越多 没错 往上 这个页面插的就越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页面的插 来确定 现在我这个漏斗 是处在水里多深的位置上 当然我们要跟气氧机连 那就应该使用电子式的 好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设备 除了有这些功能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效果呢 我们继续往下聊 它在楼里边 走到哪你都知道 它停下来 你知道吗 停下来知道 不但知道 而且还有实际种 人体命中的姿态的 这种显示功能 那这个姿态了解了以后 能知道什么呢 即时判断是否预险 什么姿态你能判断到 它是预险了 或者是受伤了 或者什么 比如侧卧 或者仰卧 这些躺在地上 静止的动作 很久 就可以发现 这个小王 对他 是出现一定的险情 他的姿态怎么判断 你给我展示一下 行吗 可以 没问题 测试开始了 孙警官已经夺步出去 但是电脑 似乎有那么一两秒的延迟 不过很快 就开始显示 走路的姿态了 但是 这只是最基本的运动姿态 追踪定位设备 还可以显现 其他的姿态吗 就是站立和行走 还有其他的姿态 还有其他姿态 上下楼梯 上下楼梯 对上下楼梯 我看 上下电梯也行吗 也可以 动作没有 现在没出这个状态 就 软件里边就判别 就不会让那个状态出来 还有其他的动作呢 跑步 跑步有不一样吗 我们看了它有变化吗 有 跑步和走路还不是一样的 不太一样 停了一下又跑回来了 对 为了能让记者更加了解设备 谁也没想到 孙警官竟然直接做了一个握倒的动作 着实吓得我们的记者一跳 握倒了 那边就是在握倒 对 我想把那个小孙子藏起来 好不好 然后我让你看不见他 然后你告诉我他是什么姿态 行吗 可以可以 好了 行了 他已经看不见你了 小孙子现在在做什么 您给我说一下 站立 站立 对吗 对 再换一个姿势 我来告诉你 那么我们的记者将会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孙警官小孙有变化吗 有 他怎么了 现在趴下了 趴下了 是脸朝上趴吗 还是脸朝下趴 面向臂 好了 他现在有变化吗 侧悟 侧悟 他现在又发生了变化 他又有什么变化呢 怎么你不告诉我 他没动 他没动 对 他确实没动 他现在还没有动吗 现在躺下了 躺下了 面朝下 躺下了 是是这样 好 带你出个难题 那么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难题呢 好 你看他有变化吗 现在 现在躺下之后 然后开始上头 躺下之后 站立 站立 就站立 开始上头 直接就上楼了吗 他 走了一步上楼了 那么 实际情况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孙警官是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然后才上楼的 看来过于复杂的状态 追踪定位设备 还是不能显示的 黄老师这回问题又来了 他的这个设备 贴在人体的这个脊柱上 就能知道这个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边呢 他主要利用了陀螺仪 其实陀螺仪的原理 跟我们玩具的那个陀螺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给它放到 这个装置上 这根木棍 就代表的是消防员的脊椎 那我们来看一看 当这个消防员产生这些动作的时候 这个陀螺的转动 受不受影响 转起来以后 我把它搁在这边的勺子里头 现在它的轴是竖直的 那我可以这么改变一下 这个腰椎的方向 你看是不是它的轴跟这根线 始终是平行的 平行的 对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角度 就来确定这个消防员是直着腰 还是弯着腰 太聪明了 对 它使用的是电子陀螺仪 是比较精密的 也比较小巧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消防员在火场当中 它是一种什么姿态了 您怎么一说我们就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追踪定位系统 在实际运用当中的效果 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才看也还真都对了 这样我藏起来行不行 我多绕一点弯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再看一个人能找到我 可以可以 那来咱试试 好吗 对 你那个东西能给我 没问题 在孙警官的帮助下 我们的记者很快就将设备穿戴整齐 一切准备就绪 可是刚要出发 我们的记者突然想到 我有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需要你们找的呢 你可以躺下 我可以躺下 躺下就代表你预险 好 那我走了 我要迅速消失 面对人生必不熟的环境 我们的记者要把自己藏到哪里呢 只见他左绕右绕 一会上楼 一会下楼 估摸着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方了吧 与此同时 研究小组的人员正在密切地观察着 他的行踪 来 这个位置 坐电梯了 坐电梯了 再来看看我们记者的位置 现在刚刚来走的 想想 我估计现在离他们可能得有 都有两百米左右了吧 现在应该有两百米左右了 藏这儿 我要躺倒 我现在怎么躺倒 哎呀 这地方太难躺了 没事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脱下来 我估计就这样 躺倒了 好了 躺倒了 还下雨了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躺倒 才让我躺倒了吧 我掐个表吧 我看他们多长时间能找到我 由于下雨 我们的记者无法躺在地上 他只能将设备躺倒在水池里 那么 追踪定位设备 面对眼前的这个情况 会有什么样的信号显示呢 此时 研究小组人员已经看到了 设备发回来的显示姿态了 咱们可以准备搜救了 试一下地上机 试机 收到 准备就绪 搜救 马上就要开始了 出发 我右前方有一条路 再往前有一栋楼 右转进这栋楼 收到 这栋楼通道可以直接通到前方 是否自走 自走自消 不能爬楼 收到 我们再来看看当初记者的路线 他是上楼了之后 又从另一边楼梯下来才出去的 而孙警官却可以按照电脑上留下的追踪信息 直接择优路线 通道出来是一个院子 到前走 到头有个向左的通道 只能向左 就是向左 向左前方就是前梯 收到 这边是不一个广场 电梯位是在附近吗 不在这附近 这里是空旷的 不在你中前方有个电梯位 肯定有个电梯 我往前找一下 没办法 孙警官只能来回找找 可是找来找去 都没有找到电梯的入口 而地图上也只是显示 孙警官围着电梯 转来转去 指挥台棚的红警官也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去找找 看看问题 到底出在哪了 刚才你就说在这个位置上 有电梯的 但是我没有找到 就是这个位置 没有电梯的 看来红警官还是不相信 这里没有电梯 这个车库也不可能有电梯啊 应该有个电梯啊 那你在这站着 你等我 我再同意看一下 沿着平面走 找一下看有没有 先地面线路走 好呀 好 那我等你 好呀 没过多久 孙警官再一次收到了指令 看来 孙警官已经回到了指挥台 前面有一条路 直往前可以通到头 还有一条横的路 我应该怎么走 好 前面这个大路往来 收到 我已接近这条横的主路 向右转到主路 收到 有没有能上往的地方 我现在是在一条 这个应该算钉字还是十字 在这个路口 有一条路往我的左侧 可以走到围墙 往左 往左 收到 那么这一次 孙警官可以顺利找到 我们的记者吗 向往前 收到 我再往前 我看到衣服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我看 是6分16秒 然后找到我的 时间有点长 对 我们路上发生了一些状况 就是发现有电梯 然后 已经找到 已经找到 我没上过电梯 你上过电梯 不在楼上 它在地面 我在地面发现了 先发现了衣服 然后再找到 那我们就回去 好 我们回去看一下 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好 好 测试步步升级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任务 等待追踪定位设备 去完成呢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火海追踪 回去后 研究小组就开始寻找 问题的根源 经过一夜的分析 他们终于找到了 问题所在 找到原因了 找到了 是哪个事 对讲机 对讲机 干上鼠标 没动 就没动 屏幕都变了 对 它就影响你鼠标操作 那我们把鼠标去掉呢 你看 这么小一个环节 出的问题 原来就是这个动作造成了系统的误差 好在解决的方法非常容易 我们的记者决定继续测试 咱们这个就好了 是吧 这个 这个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那咱们做下一个测试 我先问一下 咱们那个主要是用在室内救援 是吧 对 它主要是室内建筑物活在 建筑物里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最大的特点就是浓烟密布 可见度低 对 那可见度低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做一个测试 在你这几个同事里边 挑选一个被困 然后再找一个 去寻找它 好吧 你不能睁着眼去看 我这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 把这个眼罩呢 咱们戴到眼睛上 然后模拟那个现场的这样一个环境 让大家完全看不见 这个眼罩还真的非常非常的黑 行不行 你比现场的环境要苛刻的多 就是说现场环境应该比戴眼罩还要看见一点 是吗 对 那既然来测试嘛 咱就 可以吧 小过去吧 你是做哪个 你是做 先进去作为那个被困人员 被困人员 那 小孙去搜救 是吧 可以 好好好 我再准备 行 两位警官开始穿着自己的装备 而红警官也开始调试 接收信号的电脑 那咱们开始了 那个 那我 我把你 躺起来 好 你跟我走 从那进去吧 那么 记者要将这位警官藏在哪里呢 没多块工夫 我们的记者就完成任务回来了 怎么样 我们藏好了 藏好了 对 对 你都把眼罩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咱开始吧 可以 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出发 出发 好 慢一点 一件事内现在可就要浓烟滚滚了 行吗 没问题 那个当心一点 稍微慢一点 别磕着碰着 为了确定孙警官是否可以看到 我们的记者也伸出五指 在他眼前做着测试 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看不见 看来这蒙着眼找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孙警官一不一小心的慢慢向前挪动着 这能找到被我们记者藏起来的人吗 你现在先走着一下 收到 已经摸到 我现在 继续往前走吗 探向探向 再有名机位 探向 是一个没有吗 有回声 有味道 应该是厕所 一米多两米之内 应该有回声机位 我已经用脚探到了 是楼梯 收到 寻找制度还在继续 我们的记者究竟把那位警官藏到哪里去了 收到 收到 您应该会在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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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收到 看记者的表情 似乎是快找到了 摸到一个门 原来目标人物真在这里 但是 蒙住双眼的孙警官 能摸到桌子下面的人吗 桌子在中间好像比较大 你脚探到 你脚探 下来 没有 嗯 嗯 不怕了 我脚吞到了 蛤 还在桌子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气的吧 你插你的眼罩看看吧 找到了 没有 我刚才用脚的看到了 好了 你可以把它拖走了 我看一下时间 现在时间是6分44秒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屋里浪费的时间 稍微多一点 最终位置还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对 好 走 让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藏人路线 他先和这位警官一起上到了三楼 但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藏身地点 然后又回到二楼 在这里找到了一间会议室 将警官藏在了这间会议室的桌子下面 看看时间 6分44秒 比你想的还要快一点 要快一点 进去还挺顺利 特别准确就进到那个房间了 是是是 但是好像进房间里边浪费的时间多一点 这个系统经过 它只能提供一个楼层的大致信息 具体哪个房间 在实战过程中 消防员可以在呼救器 就用声响的这个 来提供一个具体的这个位置 咱们再做一个 就是说我想再提高一点难度 咱们找一个商场 就像你们消防战士需要救火的那样的地方 可以 好吧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测试 就像这一个 那你们觉得有信息吗 有信息 有信息 是吧 行吗 是 咱挑战一次吧 好吧 好来 第二天 我们来到了一家大型商场 决定在这里继续我们的蒙眼测试 你好 您是这儿的 我这里是广安领班 领班 多大面积这个 这个电影的好像是 几万面积 对对对 有几万平方 对对对 好 那个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测试 您能帮我找一个在这个就是比较熟悉这个商场的这个人 我帮你找一个 帮你我找个 怎么称呼你 我姓陈 小陈 那个 我这样 我把您藏起来 让他们找您 您给我找一个这商场他们估计最找不着的地方 行吗 好的 咱们拿好 好好好 来试一下 好的 这样 好 来 测试就要开始了 面对这么大的商场面积 研究小组人员不敢掉以轻心 开始链接并调试着设备 那么追踪定位设备能完成此次我们设定的任务吗 我先问一下 他们就是现在要做一个追踪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追到吗 我感觉他们有可能追到 我们消防队的 就是他们消炎所老是给我们提供那种设备 让我们感觉 这么大一个商场 你们觉得他们蒙着眼能找到一个人吗 在里边 蒙着眼 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 你觉得呢 应该可以 都可以 没有一个人怀疑是吧 对对对 看来 消防员们对研究小组的设备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麻烦问您一下 你看啊 这么大一个商场 如果我把一个人放在这 藏在这里边 另一个人蒙着眼睛去找 您觉得能找到吗 蒙着眼睛 五分钟十分钟 不容易 不容易是吧 好 谢谢您 准备好了 现在任务是这样的 一个你们战士藏起来 另外一个不是你们战士 我刚刚找到了一个小城 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保安 然后找的话 我想这样 别让小孙儿找了 每一次都小孙儿找 可以 这一次换你来去找 行吗 但找的话 我有一个条件 你进去以后一定要蒙上眼 就行吗 对 这里边到处都有人 而且电梯我都不知道在起错 有些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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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好 保安小陈率先出发了 我们的记者跟随着小陈来到了商场地下室的停车库 进了停车库后 小陈就开始带着记者左转右转 就在我们的记者以为自己快要被转晕的时候 小陈终于到达了他的目的地 小陈的藏身 深知处已经确定 与此同时 保安领班和这位警官也出发了 那么保安领班要把这位警官藏到哪儿去呢 看来还真是很巧 刚准备上电梯就碰到了从车库上楼的记者 那么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 同行几人已经到达四层 看来这次藏身地点应该就在附近 两位人员的位置已选定 记者和保安领班准备回到控制台 开始这一次的测试 与此同时 洪警官和孙警官正在研究刚才的路线图 准备找到最近的路线 为了模拟真实的救援 所以记者决定 在进入商场前 先不为洪警官戴上眼罩 毕竟消防员在事外的环境 还是看得到的 高度十米左右 应该在四层 请往右边走 在你右手方向 看看有没有进入的通道 找到一层门 请进入大楼 寻找简提通道 好 开始进来 我们就把眼罩戴上吧 好 好了 我现在应该右端还是收到吧 我现在一层门找到了执行简体 收到 收到 来 我可以稍微扶着你一点 好 我现在说我摸 摸一摸吧 你必须得摸 我摸到电梯位置啊 这按钮应该帮我摸一下 先我帮你按按钮 你现在是要上就要下 你先跟我说 我上 那你来这边吧 来 往里走 我扶着你往里走 好 你要去几楼 四楼 那我帮你按一下 好 进去吧 你进去吧 这是四楼 你现在出来 我出来这个位置 那个位置 我要停一下 好的 我现在在四楼 电梯 口位置 请向电梯 左前方 请进 请人队 左边摸索一下 你现在的方向 要向右 九十度 才能够 跑向这个通道方向 可以前行吗 可以向前摸索 这挺下来的 你们告诉我 大致在什么位置 我现在这样摸 我现在摸实在很困难 需要继续往前 往前是吧 这个方向对不对 你走到头了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走到头了 这好像是个发财 好像是个发财 就在这个发财的后面 后面好像是有种强 方向不动 是吧 那你是朝北方向 你应该 或者说你应该 再往右 转九十度 是这个飞机吗 可以可以 你往前 走到向左转的入口 是吧 是左边没转 全是弃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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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结束吧 结束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走出去有点麻烦 你现在回头看一眼 好 哈哈 找到 你还踢到 是 你刚才已经踢到他 找到 好 咱们现在去找另一个人吧 好不好 找到小谢 虽然有点意外 但还是找到了人 那么 藏起来的另一位 红警官 能顺利的找到吗 看来位置是准确的 刚才我们的记者 可就是从这个电梯上来的 可是刚刚下到地下二楼 问题就出现了 没想到 不画机居然没了信号 没办法 我们的记者只好让红警官利用手机和外界联系 红警官在确定手机信号没问题后 戴上眼罩继续测试 好在这次离的 并不是很远 放手机 红警官 不信号 中书 超红警官 那走 一号 你看 现在是两三米表面 对 两三米 对 两三米 来 来 来 这个 来 这个 来 这个 走进 走进 走进还是很好 有 是不是在这个区域通过 我现在找到一个门进入了一个通道 特别黑 特别黑 不是 他那边有个光球 我拧开一块儿的画 走开 我搜索一下 哎 早都要亮了 哈哈 人不亮 来 看你算你了 算你成功了 来 出来吧 好 成功了 怎么好一点不兴奋 就是累 在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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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找你 找到路线里面有不对的地方 应该指挥头还是正确的 指挥头还是正确的 就是这个设备还可以 递进尖心 总算是有惊无险 测试结束了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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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很不错啊 辛苦了 我提到你你也说一声 哈哈 我不带眼镜里面这么多人 我以为你感觉到 感觉到 是我 知道吧 我不是 我怎么能感觉到是的人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是你小谢啊 你说是的 你也提到别人了是吧 我以为提到别人 你当时看那个他们都绕这么大圈 那你是不是就觉得找不着他们了 没有 我当时反而很有信心 因为我通过读图 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电梯 假如电梯能通到地下来的话 就可以同时找到两个人 我们就救济原则 不管你怎么绕 中间路程不管 因为我目的最终是搜救 但是之前的测试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验证设备的最终效果 我们来到了上海消防的训练基地 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火场救援 那么我们的设备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测试吗 咱们那个现在有一个测试 这个楼可是16层一个楼 然后我们有一个战士 我们假装遇险 就在这个楼里随便藏 派另外两个战士 您能让他找到他行吗 可以 这里边有烟有火 模拟真实的 对 完全模拟真实的 您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 如果要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们好找吧 你估计得多长时间 在这个楼里找到一个人 一个受伤的 如果说是给我们固定楼层的话 是很快的 不固定楼层的话 如果说就我们两个人找的话 可能你从上午到下午一天都走 那咱这次试一下 好吗 看看多长时间 好吧 你估计多长时间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就能找到 好 行 这次的测试和真正的实战 没有什么区别 研究小组人员都格外的谨慎 几个人分别为三位消防员佩戴设备 而消防员们也很仔细的将平时出警时所配备的装备一一带齐 一切准备就绪 这次不同于前几次的测试 因为在消防训练基地里 每个房间都可能存在各式各样的火灾环境 虽然房间中的火焰只是设备造成的 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是毕竟是真正的火 消防员如果不按规程操作自己的生命 带来危险 那么选择做被营救对象的这位消防员 准备将自己置身何处呢 我们的镜头随着这位消防员左转右转 如果没有进入这座建筑的话 谁又能想象得到 这座训练大楼里的环境 竟然是这么的错综复杂 看来这间房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就在消防员进入后寻找卧岛位置的时候 突然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便自己燃烧了起来 虽然是设备造成的火焰 可高温依然是存在的 看来想要躺在这样的环境里等待救援 一般心理素质不高的人还是很难做到的 而这位消防员似乎很熟悉 眼前这样的环境 已经选好了他的位置了 我等 等待救援 与此同时 石灰台这边也检测到消防员的信息 准备派人进去营救 首先大致位置在二层 二层大概位置 我感觉应该在二层中间 偏前那个方向 我现在开始插表了 好 来 开始 一号出发 二号出发 测试开始了 两位消防员慢慢步入建筑 那么他们能在这座大楼中找到消失的伙伴吗 前三二楼 前三二楼 好的 一号离开了 两个里面 两位消防员根据指示继续前行 一号 两号 到达二楼 清烟楼到向前 清烟楼到向前 走在那里面 原来可以逼去 二楼楼没的人 一间山雷 谁也没想到 打开房门后 屋里居然是烟雾弥漫 可见度几乎接近于零 那么刚才那位消防员 真的在这个房间中吗 根据刚才指挥台的提示 这两位消防员开始慢慢搜索 看照灯所带来的光线 非常有限 而就在这时 旁边的火苗也窜了起来 虽说已经发现火点 但这些是训练基地设备所造成的 消防员们只要按规程继续进行营救 就可以了 一号发现被困人员 发现被困人员 一号正在向一号的位置扣拢 收到 收到 两号到哪一号发现被困人员 二号向一号回合 人员被困人员 正在警员被困人员 发现被困人员 再回 没想到被营救的对象 真的就在这个房间里 看来追踪定位设备 面对楼层复杂 建筑面积很大的环境 依然可以记录定位人员位置 几位队员通过追踪定位设备的指示 顺利救出了被困人员 通过了此次测试 怎么样 太热了 来看一下时间 6分50 当时很快 我问一下 对你有帮助吗 他们这个指挥 有帮助 因为到达一些地点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向前 指挥我们前进 你们有绕冤枉路了吗 一路上 绕了 我们到两轮楼去以后 然后找不到 然后走到地图以后 然后掉头 当时出什么情况了 当时因为我们走到死路了 所以才往回走 但是后来因为看到有扇门 然后我们又进去了 你以为多长时间他们能找到你 我以为没那么快了 我走都走了好长时间了 我以为最少也得二十几分钟 才能发现我 谁知道这么快就过来了 还不错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现场指挥的并不是特别多感觉 是吧 这个被困站是在这个楼层的 在该楼层的哪个方位 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通过指挥的话 最主要是引导他到这个方向去 实战上的要求还是不能重合 是吧 我一上讲是不能重合 这个差不多先是实战了 假如说四层以下的 他现在训练个梯子 那直接从外部从梯子里面进去 就可以从外面窗户里面进去 不用从原来那个轨道进入 可能从火场外围 对对对对 不一定从火场里面进去 这样节省了好多时间 那就是说您觉得他这还是满管的 还是满管的 是这样 实战上还是满管的 那好谢谢您 那看来这个消防官兵 还是挺认可咱们这个系统 消防官兵认可 那基本上咱们就是成功了 对 消防员单兵追踪定位设备 通过佩戴在人体紧贴脊柱的位置 来感知人体脊柱的变化 而设备中的高精度气压剂 能通过气压压的变化 来测量人体所处楼层 在模拟火灾中发挥了自身的极大特性 提高了消防人员的搜救速度 这个发明它采用了关心导航的技术 通过人体姿态的识别和高度 在近日候场的消防员来进行载动定位 能够及时地判断 遇险的消防员他的姿态处于什么一个状况 第二个他可以判断进行载动物的高度 来确定这个消防员大概在哪一个楼层 缩短了消防员避困以后 发现和找到的时间 好的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沫华老师光丽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